真是 真的 再來 也不敢拿別人的血來暖自己 WICE隊長智夏為OOTB網路節目房客錄製預告 他幫這些媽偽一審黑衣拿著一張白紙 马上联想到当年子余道歉画面 连开唱摆都一模一样 回顾子余当年国旗风波 2015年12月底 子余在韩国节目挥舞中华民国国旗 却被谎安在微博举报台独 找中国万有抵制 事件延烧到歌念音乐 节外批语热让当时只有16岁的子余 独自面对录制影片公开道歉 中国只有一个 那下两岸是一体的 我始终为自己 是一个中国人 感到骄傲 在此向大家道歉 当年子余的道歉 让台湾人心疼不已 至今TWICE都不成到台湾中国演出 这段伤透的过去 身为TWICE队长的知效 竟然拿来当梗 其实那时候 想要聘责任务员 但我还没办法 美丽人 爱党 爱党 TWICE 主持人 那时候我真的忍受了很多 但是我也是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階段了 所以我要聘责任务员 影片一推出台湾网友 纷纷有紧 OLTV的YT频道痛骂 拿别人的伤透开玩笑 真的很低劣 为什么要模仿当时 让子余受伤 让台湾人受伤的道歉影片 你们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团圆的吗 还好的伤疤又再次被用力掀起来 当年的伤害 并不能拿来被当做玩笑 台湾人没有忘记 也不会忘记 就连中国网友也感到愤怒 网络整个炸锅 OTP紧急删除预告 滞销争议影片 并在YT留言公告道歉 我们已及时解决影片开头部分 给粉丝们带来的不是 对任何疏忽表示歉意 结果又被网友发现 偷偷删掉道歉公告 消息 滞销争议 神经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